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今天我們來到苗栗造橋這邊 因為之前我看到有一位學長說 這邊有兩條路線 非常平易近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試試 另一方面呢 也是為了要補償某人啦 因為上次把他帶去 就是一直推車這樣 你們騙我 你不是說要帶我去騎車 我都一直在扛車 今天準備一條非常平易近人 然後好奇風景漂亮的路線 來補償這位 就是Hugh He 林彥均 嗨 大家早安 所以今天終於是可以騎車了是嗎 對對對 我要挽回一點我在江湖上的名聲啦 不然都一直詐騙這樣 真的好 今天就來看看有沒有詐騙 應該不會吧 不純砍淘寶 那會不會太簡單我還覺得無聊 不會不會不會 也是可以玩 也是可以玩 OKOK 那除了彥均之外呢 還有大家之前有看過 我們去吳老坑 對吳老坑 羽繩同行系列 羽繩同行系列的骨神 大家早安 好那今天我們就三個人 要來看看這兩條路線怎麼樣 第一條我們會去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口山步道 然後它最高點 大家猜幾公尺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就非常平易近人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GO 好我們現在是從造橋國中的這個入口進去 然後呢這邊是有一點點木造樓梯 就是要推一小段 好口山步道很特別就是說 它還保留滿多原來步道的樣子 它沒有很多大的木頭階梯 它有一些樹幹做的階梯 但是很少 就只有一小段從造橋國中上來 那再接下來應該就都沒有階梯了 都可以騎囉 這邊聽說人也不多耶 所以就更棒 口山步道就在造橋 哇唷 嘿嘿 是蠻多階梯 嘿嘿 還是有嘛 但還好的是可以稍微的車體走旁邊 口山步道就在造橋火車站旁邊 所以其實交通很方便耶 這種路耶 而且剛出過草耶 對啊 太豪華了 這邊的路線應該是屬於綠線 就是你沒有什麼經驗的朋友 也是可以來騎 小心就好了 沒有太大的危險性 還好嗎 挑戰失敗 還好嗎 好可以 應該是說 他旁邊還是安全 現在要挑戰這個 再失敗了 這樣喔 這個能騎嗎 是可以騎啊 可以吧 可以啊 這有點小抖 我來試試看 挑戰一下這個長抖坡 好不錯 這個蠻有挑戰的 太強了 哇 厲害厲害 哇 不簡單 厲害厲害 這邊就會先小下一下 哇 竹林 跳台耶 好 好 周深橋 這邊 好像是另外一條上山的步道 對 這邊有四個入口 就頭尾各一個 中間兩個這樣 好 走吧 請上橋 你還怪怪的 請上橋 什麼橋 什麼橋 好 我覺得這裡很適合那個 帶一些什麼 茶具啊 咖啡啊 然後到終點的時候 來一個 那種悠閒的 那你騎車20分鐘泡茶 花兩個小時 有可能 這這裡真的很迷你耶 對 路線真的是很豪華啦 你看這個地 全部都是土 又沒有石頭 又緩緩的 這裡 真的很適合騎車 慘喔 有沒有 不純砍頭 有沒有 就是為了要補償你 謝謝喔 對啊 上次真的是太慘了 不會啊 那裡是另外一種好玩 看一下樹幹上 這是不是蘭花 是嗎 對啊 是蘭花 這個步道有人在維護啦 所以這邊 樹幹上有人種了蘭花 這邊的鄉親應該很認真喔 這個步道維護得很好 有一個陡上 又一個陡上 上半身壓低 上半身壓低 對對對 屁股不要起來 Oh yeah 成功了 我們到了平台 應該是可以看到一些view 只是這邊的樹木都長得很高大 這邊好 靠海的這邊比較看得到東西 風 風車 這海邊 冬天來應該不錯吧 因為葉子會掉 我覺得應該會更好 真的不錯 很適合新手 我只能說這裡真的好豪華喔 真的 對騎登山丘來說 我覺得 彥均講得很有說服力 因為他都是跟阿丹講 他知道什麼叫做 不輕鬆 對對對 這個是口山步道的圖 我們剛才是從 趙橋國中上來 所以我們已經走了一半了 那我們的重點是 這裡出去 我們重點應該 這邊可以出去 但是我們也會從這邊 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景 我們可以進行 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進行 這就是一段時間 不是 我們會打學 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可以進行 走出 我們之前的城市 好,一個大下坡 要趕快出發 有點快耶 OK的OK的 這邊除了很悠閒的下坡之外 還有這種technical的上坡 其實也可以練 就挑平的地方走就對了 啊,最高點到了 這邊有個類似火岩山那邊的斷崖 然後這個好像持續都一直在崩塌 所以大家來不要站太旁邊 因為你可以看到下面其實都是凹進去的 站在旁邊其實是會掉下去 誰偷吃了我的蛋糕 真的 挖了一口 真的 好的 造橋口山 高度 66公尺 對,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Gravel也可以騎啊 這裡 可以,Gravel可以騎 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太大的石塊 這還蠻適合的 對啊,這裡真的很適合交遊 很精明 然後偏過去右邊 YES 到這邊其實 是口山步道 欸,就結束啦 已經是到了柏油路了 女飆仔 女飆仔 我們從上面這樣下來 就完成了口山步道 欸Larry 來玩盪球線喔 好,現在我們騎完了口山步道 這一條步道呢 非常簡單 綠線等級 才兩公里 一下就騎完 都不要停 來回騎幾趟都可以 最後就跑到這個盪球前 母神跟彥均呢 都 迫不及待的上去 擺盪了起來 今天 騎起來如何 這一次騎這條路 是一個很好的熱水 很好的 算是很好的複習吧 複習喔 那就是下坡的部分 真的很好滑 那上坡的部分 自己小心一點就沒事了 OK 那彥均呢覺得 推不推啊這一條 推 而且它很適合新手 也適合 有一點經驗的 因為新手的話 這個路實在是太豪華 整理得太漂亮了 所以你絕對可以騎 那對於就是有一點經驗的 我覺得在這裡也可以練爬坡 因為有一些些技巧 也是可以從這裡去訓練到的 所以有補償到你了齁 補償到上次的 炸片路線 有有有有有 終於騎到車了 好感動啊 讚讚讚 那今天路線資訊 我也放在Trail Fox裡面 那大家就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呢這邊有一些 健行者 但是比台北少很多 但還是要注意 因為這邊很容易騎得很快 所以來玩就要小心喔 那第一條路線 我們就探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去探第二條 所以期期待下一集喔 這一集先再見囉 掰掰 掰掰